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新 现在正值北京的深秋时节 许多人选择骑行 以一种最贴近城市的方式 来感受感知北京的美 最近北京市文旅局 推出了21条漫步北京骑行路线 今天小新就挑选了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 最有文化的一条路线 中轴线来带大家体验一番 为什么说这条路线 是最有文化的呢 那我们就请今天带领我们骑行的 国家金牌导游 邓老师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中轴线本身 它串起了三个世界文化遗产 天潭 故宫 咱们运河的一部分 7.8公里 南起永定门 北指中午 也希望大家能通过这个骑行 打卡北京最美的秋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好 我们出发吧 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骑行的第一站 中轴线的最南端 永定门 邓老师 为什么这里被称为中轴线的最南端呢 因为在咱们历史上 在整个外城啊 它有七个门 东面门 西面门 广区门等等 那永定门呢 它是在最南侧的那个端头 从这儿呢 一览无余能看到 我们今天正阳门建楼 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说 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 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 顺着中轴线骑行 一个城市的脉络徐徐展开 咱们开车 坐地铁 这个城市的风景啊 就被一带而过 但是我们骑行呢 能在一部幻景当中 贴近城市的毛细血管 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前门大街 一路上小新也就看到了 各种北京老字号 还有各种特色小吃 已经馋得流口水了 有没有听过一个类型的菜 叫卢煮 卢煮 好吃吗 很好吃 我们可以水吃 滚肠啊 卢煮啊 这都是北京的小吃 包括周边还有这个糖葫芦 其实在这儿啊 真的各种美食都有 是一个特别有烟火气的地方 由清到现在 其实一直传承 我们下一个地方啊 就是很多摄影爱好者 最喜欢的打卡点 故宫西北角楼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 就是故宫的西北角楼 也是很多摄影爱好者 最爱的打卡点 首先第一 故宫是在整个中轴县 最核心的位置 在这儿拍照呢 您看有虚景有实景 有静景有远景 有古代的有现代的 所以这儿拍照打卡 No.1 我们边骑边逛 已经来到了 本次骑行中轴县的这边 东库楼呢 是原名新赛的 冒食中心 邓老师 你东库楼是怎么进过的呢 其实过去 大家没有表 没有钟 那老百姓呢 就是听着 成功目 他们一步一步 开展每天的活动 然后牢骚 今天一天骑下来 感觉怎么样 很开心啊 又有收获 都是历史跟文化的 今天我设计的 我很很高兴 除了咱们这次的 中轴县执行线路呢 您还有什么执行线 的给我们推荐 您比如说 我们的经济文化之旅 东城度工艺中 等等吧 都是各具特色 我们也希望 更多的伙伴 能参与到这个活动 那我们下次再见 好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